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ETF抢跌升反弹 我觉得只对了一半 等一下我会讲 这个倒是可以的 低接买高股息的ETF 可以赚股息 而且搞不好资本利的会比较多 为什么资源不认同 为什么跟他唱反调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热门的 这些有所谓的L的 就是所谓的杠杆型的ETF 正二的喔 你看五月的喔 五月以来我们举一档 标准的 大家最熟悉的0050 他五月以来是不是跌了6% 如果我用正二去抢反弹的话 好 我就最衰最衰啦 我就跟这个买错了 五月份来讲 应该会跌多少 12% 两倍嘛 结果他跌了多少 13% 超过12% 对不对 天哪 代表说他跌幅会超过圆形 等一下我们会讲原因 那当然来讲量能部分来讲的话 圆形的还是比较多 杠杆的部分还是比较少 但是都是属于热门的这种ETF 确实耶 这人讲得真好 圆形的在这儿跌这样 正二两倍的如果要跌 了不得就是差的两倍12% 就要跌得更重 所以不要偷积不着18米 反照正弱两倍的 你没跑赔更多 对 OK OK 为什么不可以用再跌升反弹 对 为什么不能配对 对 我们想第一个原因 杠杆型的ETF通常是投资在哪些 所谓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有期货商品 对 他有什么问题 他有到期日的问题 他有转仓成本的问题 他不是跟圆形的一样 是买这个实际的持股 所以他比圆形的ETF 会有什么 净值耗损 不宜长报 所以我们刚看到那个就是 圆形的跌6% 照理说他应该跌12% 就是因为他有净值耗损 他有一个转仓成本 所以让他跌得更多 所以这第一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前线 郡敏有讲 瑞涵也有讲 大盘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在季线跟半年线之间 进行盘整 对啊 我们在盘整 盘整期绝对不可以用杠杆型的ETF 就不剩不下的 对 因为耗鼠会更严重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杠杆型 杠杆型适合突破盘整区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两段话什么意思 讲的真的是 不愧是基金专家经典 大盘现在是这样 可是呢 正二两倍的ETF 因为他要换约 他会有成本压力 他每换都花更多更多的钱 所以大盘是这样 不好意思 你的正二ETF 很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成本 换约成本变贵了 你的净值就变低了 吃掉你的净值 你的价格反而人家大盘不跌 你是跌的 对 没错 漂亮 所以要用的什么 我说要突破盘整区 所以如果说未来大盘 譬如说他突破季限 或者WD完成突破向上 或甚至于前高万七都已经突破了 在突破点的时候 你那时候去追 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 因为杠杆型在那个时候 会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那时候0050如果涨6% 他就会涨12%或15%超过 对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 他所带动的追价效应 就会更强 因为趋势成型了 他的力道才会发挥 横盘根本没力道 对 再加上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个K线 我们讲说反弹 为什么不可以用 我们来刚刚大盘的K线 好 跌到这边 你怎么知道他会反弹呢 不知道啊 在这个时候 除非我是神 那如果我是神 那我直接去买期货 我知道他反弹 我直接买期货就好了 更多 对不对 那跌到这里 你怎么知道他后面会反弹呢 不知道 所以不要摸底 我跟你讲 只有主持人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主持人都是后面知道 结果就这样话就好 OK 好了 继续 好 我们没有办法当事后诸葛 所以呢 只有这个对的 高股息的ETF 你可以在这种跌势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逢低承接 但是还有怕怕的怎么办 不要忘了我们讲的 定时定额的方式 就可以克服这个心魔 所以比较适合低接长报 所以那个高股息ETF 定期定额在横盘也适合 也适合的 所以我这边选择 假设他现在是盘整的盘 那有可能跌升会反弹 真的有出现这样子 我列了两档 但是都没有杠杆型的ETF 因为盘整盘 反弹盘 都不适合杠杆型的ETF 还是这两档0050呢 是比较市值型的 为什么他的全职股 包括台积电也好 包括联发科都在盘整 所以你在盘整的时候 假设未来台积电 有出现突破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买0050 其实是比较容易获利的 而且刚刚明哲也带到 系列 苹果派 这些重量级承重股的 电子部分在动了 对 有那个味道 反而在这时候 可以慢慢布局 但是如果你布局到杠杆型的 你可能等很久 因为时间反而在耗损 股息殖利率 股息殖利率也不错 如果就说你报了 其实呢 未来来讲可能晚一点发动 但是你还可以赚他的股息也很不错 那0056呢 在这时候低接他的话也有好处 因为他股息殖利率更高 超过5% 而且不要忘了 现在是什么股东会的旺季 接下来又要配息 所以这些呢 原本就锁定在高股息的 会越配越多 而且志远 谢谢他您看 你现在投ETF就是基金 在投信那边是净值 在市场当中挂牌的叫做市价 所以如果市价比较高 他是母体跟净值比 这个叫溢价 你看溢价幅度都不高 不会算追高也是便宜 对 因为他这个量都很大 而且都是很规矩的 很标准的一切 几乎市价都跟净值是贴紧的 对对对 没有那个连1%都没有 都是0点几 所以相对来讲成本的控制 会比较好一点 不用担心追贵了就是这样 那我问您 因为这个是132块一张要 一张就13万多 这个一张要3万多 如果小朋友听好了 溢仁姐是帮您问的 每个月扣一千 最便宜可以扣到一千 或者每个月扣三千 那就这样子 买他单位数 这样一千 一千 三千 三千 这样定期定额 每个月的五号给他扣 行不行 可以的 可以 没错 OK OK 太好了 在这时候 如果慢慢去扣的话 他单位数就会累积越多 就会形成我们所讲的微效曲线 等到他突破的时候 你就会赚的比较多了 回到上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正二两倍 00675L跟00631L 这两档 秀一下 你就知道 刚刚支援苦口婆心 告诉大家 富邦台湾加权正二的 你看跌升反弹 现在就怕这个弹起来没卖掉 结果跌更重 就是这个 然后正二呢 第二档631L 原大档50正二 跌升反弹 我告诉你刚好那时候肚子痛 没卖掉 到最后就变这样 没错吧 对 感谢志源 非常谢谢您了 精彩 开始了 本来我以为志源会说 当然可以配对了 没想到他说不行 因为呢 没错 现在我们看跌升反弹 可是呢 重座之下的反弹 才一两三天 速度很快 你要来得及进跟出啊 如果你来不及 你就不适合这样的配对哦 因此来请看 第一个理由是 如果看正向跌这样 那为什么正二两倍的 跌的比它多呢 理由简单 因为它会有期货因子在里面 或有换约的问题 换约买期货多单 因为它是正二两倍 买期货多单 花更多的钱 会稀释掉它的净值 大盘就算是横盘 它可能还是会往下掉 这样懂意思吗 因此提醒您 当正二两倍 如果趋势没有成型 是在横的 是最不适合做的 还是买圆形吧 不论是买一张两张 或定期定额的买 都是ok的哦 以上结论志源正确咯 正确咯 您超级好听的 接下来送给您更好听的哦 居民请上来 明天的台股呢 该注意的事项 对 第一个来看的话 疫情的部分 目前已经冲击趋緩 所以台股校正回归基本面 那电子转强的关键 应该是NASA跟肺半 能否攻上季线 我想是这一个礼拜观察的重点 那如果要攻季线的话 基本上它补量四千五百以上 那如果是四千五百以下的话 大概还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走势 等十天移动平均线的翻扬 电子的指标包括台积电 今天还在往下跌 那群创 南电跟智邦 都算是相对强势 非电的部分 也有表现的空间 像金融股的兆风金 那航海王 另外的话像纺织跟智鞋 其实都有个股做个表现 所以电子跟非电的部分 都有个股可以做个观察 记名问您哦 如果今天晚上 这个真的成真的话 明天的主角是不是就看这个咯 没错 漂亮 观众朋友现在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您听着看美股四大市场 竟然是科技类股 非半个纳萨克走势比较强 而且还在加温 有没有办法冲过季线 站稳出大量 如果可以的话 台股明天的电子加油哦 只是什么消息呢 锁定待股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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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耶稣 好的